其实整起事件 我觉得一个突发状况 包括昨天这个吴嘉董事长也说 这个是大家都没有料到的 就是尼奥尔和石勒戴利林这件事情 他说是整起的一个突发意外 那当然这两天 这个戴利林也都出来现身说法 他说了好多 他说黄山担任副市长时 他戴利林没有接任何北市府的案子 为什么因为他需要标案 标案就要时间 他们没那么多时间 他说他和黄山没有撕破脸 还是朋友 而且大家开门做生意 谁不是朋友 他说这个事实就是事实 有没有违规犯法很明确 他说和柯文哲也没有翻脸 大家不要再揣测这件事情 他说如果跟什么民众党内部斗争 他说都不要牵扯到我们这些外部的人 他说阿贝有跟他通电话 问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三笔发票 我回答没有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申报 我是为了维护声誉才站出来说明 柯文哲回我 说对我很不好意思 会全面清查 他说黄山当私下有读讯息 当时当下是有读讯息 但没有立刻回复 已读不回 他说我没有不私下沟通 整件事情都没有人要理会我 各位刚刚其实也有提到 就沟通了多少次了 我就问了几次了 但是他说民众党没有一个人来得理他 请问我要怎么办 吞下去吗 如果吞下去现在我就是共犯 被羁押被生押的就是我 他说柯文哲去年三月曾说人生最大的愿望是办演唱会 不是选总统吗 是办演唱会 好所以黄山当时说会去询问 后来就直接跟公司财务表明 跟木可签约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今天有篇报导才出来说 办演唱会的这个盈余款项 最后是留给木可公司 对不对 好那我先请教这个刚刚 源氏已经有出来讲了一些 这两天大家的眼球都被戴力林吸走 吸过去 那确实他是讲到了一些问题 那这些东西 对就是一个导火线引爆点 对啊 就是而且我觉得我对于他们的关系 我觉得看真的无SARS 因为戴力林他出来发那个声明之后 然后他说后来 他跟柯文哲关系还不错 柯文哲还跟他道歉 然后黄山山后来也跟他也还好 就是两个没有反应 可是他又对外说 不要说我是山友友 不要说我是山友友 对 然后又被人家挖出来说 其实他们以前关系不错 包括黄山山他 自己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大概戴力林帮他做了 大概几千万的活动 然后之前也有流出来 就是新闻报导 说在柯文哲选总统的竞选总部 其实对戴力林有意见 他们认为戴力林是黄山山引进的 然后他还可以参与柯文哲的内部会议 然后报价也比较高 配合度比较低 这是媒体报道 这不是我掰的 对所以 然后你看到这个陈志然 这两天也在披批那个戴力林 所以这个关系 甚至非常复杂 然后关系复杂到戴力林现在出来 一副就是好像我是受害者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外界真的是 有一点物理叹花 可是我觉得无论如何 还是回归到我上一趴讲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需要负责任的 就是黄山山 因为黄山山中间就是没有处理好 就是没有处理好 然后我觉得黄山山可能也没有料到说 有一个媒体人 康仁俊会这么积极的 要去帮戴力林去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他刚好是戴力林的好朋友 对 然后康仁俊跟黄山山也是好朋友 他也是好朋友 所以这很奇怪你知道吗 然后昨天戴力林还在有一个节目上面讲说 他说康仁俊杀贵人 他说如果要不是康仁俊的话 他就是会被抓去约谈了 然后这两天戴力林借这个机会 上去又证据到很多曝光 所以这个证据外面的人真的是物理叹花 不过我觉得戴力林这个事情其实 我说真的 柯文哲其实有可能会全身而退 因为戴力林这件事说穿了 大家只是在质疑说 你报价是不是报得比较高 就这样而已 那戴力林他其实也有一个符合逻辑的说法 只是看你信不信 因为他讲说 他的报价450万都是有评有据 而且他讲说那个时候很多厂商会坐地起价 有屏东的来 租椅子以前一张十块钱 那现在一张要50块到100块 所以备用比较高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信不信的问题 商人将本求利 那也有可能说他成本200万 他赚200万 这个都合理的 这个都烧不到柯文哲 你只能说柯文哲他们竞选总部 对刺激产业有帮助 但你不能讲说他有什么违法的行为 我觉得现在比较有 比较有问题的是木科 不是尼奥跟石勒 因为尼奥跟石勒 他们的表现是一个正常商人的表现 就是他们发现 柯文哲的总部里面账目里面有几笔 不是他们有接着生意 他们立刻跳出来 立刻跳出来讲说我没有 你不要害我对不对 你要讲清楚 这个是正常 可是木科他有没有被灌 被灌账目 根据民众党自己开的记者会 有 木科的负责人李文娟是交保 还要被电子监控的 150万交保 因为他们那天记者会的说法是说 总共短差2000万要调节2000万 调节2000万里面 现在已知 没有本来是说1817万 是昨天柯文哲自曝说 我这样看看误差可能到2000万 2000多万对不对 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再往上加 但是2000多万已知有900多万 是汇到代导的公司 那还有一千多万 那这一千多万 很可能一大部分是去了木科 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木科跳出来讲说 你们列出来那几笔木科支出 拿几笔不是我们的 没有喔 其实没有喔 包括木科的 他找了一个律师发了一个声明 那个声明说 木科公司账户一切合法 可是必谈说到底他拿几笔是被调节的 就是说他并没有做这个生意 可是钱有灌给他们都没有 所以这会让人家怀疑说 柯总部跟木科到底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木科护柯总部护到这种地步 连被灌了都无所谓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对 柯总部伤害是比较大的 时乐这个东西我觉得 就是个可能就是不会有太大问题 所以戴力林被检方 约谈没事啊 约谈一下就离开就没事啊 木科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要看民众党 有没有对木科的经由说清楚 否则这个麻烦我觉得比较大 然后还有就是我建议其实民众党 他一次就把话讲 一次就把他讲清楚 为什么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啊 对啊你看一次说清楚 对啊你看那个时候 木科被质疑什么授权金 四笔授权金嘛 那个讲的就不清不楚嘛 然后木科还有一笔支出叫做什么 什么制作费首款 因为很多人在整理木科的支出嘛 所以我稍微看一下 首款有制作首款你要买多万 影音制作首款你要买多万 但没有唯一款也没有二款 就只有首款 就算真的他那个 你仔细去看会觉得很多项真的很奇怪 他的问题就没有大人在看这些账啊 所以才会一天一天报一个 每天都报一个就是这个样子 要一次讲清楚吧 不然危机会越来越大 知道账的人急着要去回避这个问题 然后呢其他的人急着要推责任 没有人真的认真查账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木科都已经被检方列为被告了 你看那几个负责人全部列为被告 这也是戴力林他只可以说来 说我提了声明这件事情 我是真的为了自保 否则的话 我就会跟木科那些人是同一个下场 那你觉得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在之前的这些事关于账务的 我猜想他可能不知道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我现在先暂时还是认为说 他不知道的可能性比较高 虽然他一天到晚讲SOP 显然他里面的所有的制度全部违反SOP 所以我还是以他领导力这件事情 他现在发生事情了 还说所以要建立SOP 我心里想SOP不是领导 就说要建立的吗 我跟你讲 真的是要把那个白眼翻到太平洋去了 这样子 就是一个人不肯面对问题 就会用一大堆的术语这样子 什么乳酪理论 然后什么这一个 SOP这样子 他从来都没有遵循过 只是出了事情之后 用这一些名词 来搪塞他的支持者而已 你愿意接受就接受 不愿意接受 请你赶快认清现实 我觉得可能还有微信的地方 就刚才原知讲到说 为什么木可没有跳出来说 他被灌水 他可能没有被灌水啊 他真的拿了 钱真的过去了啊 但问题是钱 为什么那么多钱过去呢 授权金照理来说应该是 应该是谁要跟谁授权金啊 怎么会是 应该是他要给这个科办授权金 怎么是科办给他授权金呢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其他的钱呢 那为什么要给他呢 而且我觉得很夸张 我今天是媒体报导 说那个李文中不是说 他没有看账吗 说是李文中在看 有些账是李文中在看 那这个兄妹俩的关系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他这样急的要关公司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如果说 事情仅止于我们说的 这个做假账啊等等的部分 在政治陷阱 报的不清楚的状况 或许这个对于 柯文春来说 也就是他的船 破好几个大洞 就勉强拿到什么东西 塞一塞就继续可以 试着往前开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金流 真的是钱进到 就算不是他的口袋里面 有其他人的口袋里面 看得出来你这个竞选总部 是在做一些账 有人从中间突立 或者甚至是把别人给你的钱 大的换小的 小的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就会来的更大 我要推荐给大家 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他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 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 接下来影片之后 您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專属你的KSRoyal Care 好